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还有在Zoom或者是YouTube的 也是祝大家平安的 我是Judith Halim 我的华文不是很标准 不是很好 等一下我卡住的时候 你们可不可以帮帮我 可以 然后等一下赵牧师也是会帮帮我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感谢上帝圣灵 请你来带领我们 我们把所有的见证交托给你 让你自己来医治 打开我们的心 然后给大家一个突破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祷告 Amen 我是从美丹印尼来到新加坡 那时候是28年前 有没有人去过 Medan的 Lek Toba 有没有 有去过 OK 我出生在一个很贫困的家庭 我的父亲是很爱赌博 喝酒 找女人 然后打我妈妈 然后当我18个月的时候 我父亲就跑路了 在印尼那时候 我出生的地方跟在新加坡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你们不是有时常听到印尼在暴动 OK 有的被强奸 有的被抢这些 很多人不了解 很多人以为印尼华侨都是很有钱的 对不对 你们也是这样认为对不对 其实不是的 那些很有钱的 你看到在乌节路 在那个Mount Elizabeth Ian 还有在Takashimaya 那些都是很有钱的 OK 其实有很多印尼华侨在印尼 没有钱 怎么样 怎么样没有钱法呢 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可能只是300块到400块 要养全家 OK 那么如果你们看到有暴动的消息的时候 或者是有抢劫啊 抢劫啊 这些暴动的时候 其实被杀 被奸 被抢的华人 都是这般贫困的 为什么呢 有钱的他们会买军 会买兵 他们会来新加坡去美国去澳大利亚 到哪里都去 就是这群贫困的印尼华侨 他们要往哪里去都不能 我就是其中这种情况的印尼华侨 所以当我爸爸跑路的时候 我有两个姐姐还有妈妈 四个女人在家 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很惧怕的一个地方 一个环境 这样就长大了 我很想念我爸爸 不过每天在等他 他都没有回来 当我20岁的时候 我就遇见了一个新加坡人 在印尼做生意 不过不是他 等一下我叫他打开他的口罩 你就会看到他有多么帅 ok 他一看到我 他就说我爱上了你 哇 我要娶你 我要把你带到新加坡 你不用再怕 经济方面 未来方面 什么都我会给你足够用 你就不用去担心了 你的未来就是保证的 ok 他大我十岁 ok 所以你们说要不要去啊 要 你很快哦 我那时候二十岁 傻傻的 没有坐过飞机 没有去过新加坡 没有出过国 突然间有一个商人来跟我讲 一切会好 一切你的未来都会很好 我就这样子就结了婚了 结了婚之后六个月 我们在野城 因为他有生意在野城 六个月结了婚之后我就怀孕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我不能从新加坡跟印尼跑了 所以他说你去新加坡 你在新加坡生孩子 然后我们的孩子会变成新加坡人 二十一岁我就带了我的行李 来到新加坡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一气没得回头 你知道吗 我来到新加坡生孩子 生了之后第二天 医生说你的孩子好像有几个问题 然后他们还在请几个专家 第五天他们说你的孩子有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 他的心脏有三个孔 第二个问题 他的血跟他的气不能流到头部 所以他的脑被烧坏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才二十一岁 第三个问题 你的孩子是弱智的 我才二十一岁 我不能接受 我跟我自己想 若真的有神 你要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生命对我这么不公平 小小年龄 我看别的人 都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至少有个父母 我 依然没有 现在 做个妈妈 我们只要 做个母亲的 我们只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也没有 医生说你的孩子不能超过三个月 他会死 所以 不能回去印尼 要继续待待新加坡 他说 女儿也在医院不能出院 我就继续在新加坡等 当他一个月的时候 一个月我们不是有满月吗 对吗 一个月的时候 他的父亲 回来新加坡 在医院看我们 那晚我还记得 他看我们两个的时候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看我们不能够在一起了 我就问他 什么意思 不能在一起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已经有个孩子了 孩子现在生病 我回不了印尼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在一起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不再爱你了 我说 哇 爱 到底是什么了 他什么都不说 他隔天 他就走了 留下我跟女儿两个人 在医院 没有钱 没有亲戚朋友 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 我不会讲英文 我不会讲华文 我只会讲巴哈萨印度尼西亚 我只会讲福建话 因为我从美丹来 美丹人是讲福建话的 什么都没有 我继续等 我继续等 希望他回来 一个月他还是不回来 打电话找他 也没人接 也没人理我 我继续再等 两个月 第三个月 我就把我的女儿放在医院 我偷偷了 买了飞机票 我偷偷了 回去野城 偷偷了 我慢慢的 把我的门打开 我进去我的家 我慢慢把我的房间门打开 我走进里边的时候 我看到 有另外一个女人 睡在我的床上 用我的佣人 我的司机 就好像短短的那几个月 我的位置已经被代替了 我这个心 睡了 我就马上 回头 去机场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女儿还在新加坡 还在医院 我就在订我的飞机票 我就在坐在那个椅子 在那个机场的椅子 我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因为这边很痛 痛到什么方 怎么样痛法呢 不能呼吸 就好像被 被盼的痛 被丢 被扔掉 被遗弃的痛 第一是你爸爸不要你了 把你扔掉了 第二 你孩子的爸爸也不要你了 把你扔掉了 就是这么痛 我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一直在哭 我就再说一次 若真的有神 你真的要下来 帮我 因为下一步 我都走不下去了 连呼吸 我都没有办法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只是突然间看到一个女孩子 有一个女生 她走过我的面前 她就戴了这个十字甲 我的眼睛就抓住那个十字甲 然后我记得 我读幼稚言的时候 我是读基督 基督徒的幼稚言 我记得我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句话 凡是如果你呼喊耶稣基督的名 你一定会被得救 我就呼喊了这个名 我说耶稣基督 你要是真的是因为真神 你要来带我走下去 因为这条路 我走不下了 我回到新加坡 我把我的女儿 从医院拿出来 因为没有钱了 什么都没有了 希望盼望什么都没有了 我的未来也没有了 我打算什么呢 我打算跳楼 我要抱我的女儿十四楼 我要跳 你们说十四楼跳下去 跳下去死不死啊 死啊 不过 我们的上帝 就是 这么伟大 这么奇妙 的一位上帝 短说 十四楼我要跳下去 上帝遗见了我 主耶稣遗见了我 祂不只是遗见了我 祂给了我 一段圣经 在耶尔书第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尔书 我看不懂中文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跟赵牧师一起读好不好 好 一二三 我派南虫 诈猛 蚂蚱 和蝗虫 大军 在那些年所吃掉的 我要补偿你们 你们必吃的饱足 并赞美你们的上帝 耶和华的名 因他为你们行了其事 我的子民永远不会再蒙羞 我的百姓 永远 不会蒙羞 这个就是上帝 对武祂的百姓 的承诺 Amen 我就抓紧这段话语 为什么呢 人是会带给我们失望的 对不对 不过上帝和他的话语 永永远远 是这么真实 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Amen 长话短说 我被要求到 邀请去一个教会 就好像你们这样子 不过再误解录 那边差不多有几千个人 一个聚会 牧师在讲道 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因为他是讲英文 第一次 我进到教会 我就坐在后面 那个牧师就在讲道 讲道 讲道了之后 突然间他说 那位女生 那位女生 你要出来 我要为你祷告 我就出来了 他就跟我按手祷告 他问我 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我就 那时候是用福建话来翻译的 我就跟他说 我不认识是谁是主耶稣 不过突然间 我感受到平安 这个平安 21年 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完全 没有 感受到这个平安 不过那晚 我就跟他说 我不认识谁是主耶稣 不过如果你的主耶稣 就是等于这个 我感受到的平安 我必须要 我不能没有 我就接受了主耶稣 他就按手跟我祷告 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能睡觉 我有很重的忧郁症 我可以五天不吃饭 五天不睡觉 那晚我就能睡得很好 隔天我起来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说 那个痛在哪里 那个心碎的痛在哪里 不见了 就是这样 主耶稣就把我这个伤痛 再一碗 医治了 阿们 不过我还是没有钱 不是今天接受上帝 明天就是变成富翁 不是这样子 你们没有这样子是吗 我也没有 所以不过有一个勇气 我打电话给我的母亲 叫她来新加坡 帮我照顾孩子 然后我可以去打工 不过在新加坡做工 尤其是我这个外地人 是很难 读书也读不多 英文也不会 华文也不会 要做什么呢 我跟你说 我二十七年 第一分工在新加坡 你知道我是做什么吗 我做保安 在F&N Coca Cola 你知道吗 那个汽水F&N Coca Cola 做保安 你说我像不像保安啊 那时候我可能真的是很像 我真的很穷 我的薪水两块七一个小时 真的是穷到什么地步呢 穷到我买鸡饭或者是菜饭 我要分的 一半吃下午餐 另外一半吃晚餐 如果我买面包呢 我是要切的 我吃那个皮 我的女儿可以切那个白色的 真的很穷 不过我们的上帝 就是会实现他的承诺的上帝 Amen 短说十年 从一个保安 我的主管看我 你 这么年轻 我把你送去上课好不好 上英文课好不好 等一下你回来啊 你可以听电话 哈喽哈喽 我说好 我就去 我就去学英文 我回来 真的是 每天哈喽哈喽 做receptionist 然后他说 要不要我再送你去读书 每次你回来 你可以再提升 再promotion 要不要要不要去 我就去了 我回来 我就真的是 升职了 变成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是什么 行政 行政 ok 然后他就说 你要不要我再送你去读书 等着你回来 你可以做经理 要不要 我真的是气哦 我气了我回来啊 我真的是做经理哦 Amen 然后公司说 不然我派你去读大学 因为你还这么年轻 我派你去读大学 要不要去啊你们 要哈 我去读大学 我回来 我就是变成总经理 变成总经理的之后呢 我又变成了董事长 managing director 我就变成董事长 就是十年的时间 然后上帝说 好了现在可以了 你去做生意 你们说要不要啊 要我就是去做生意 不过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我是一个非常爱上帝的商人 怎么说呢 我会把我的一部分的利润来 拯救贫穷孤儿寡妇在 那个贫困的国家 然后我就开了餐馆啊 这些啊 开了好几年很成功 有一天上帝说好了可以了 你就是现在要 侍奉我 所以现在我就是 做牧师 侍奉上帝 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 你们说好不好啊 从保安 变成一个商人 好吗 好 当这种奇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说什么 Hallelujah 赞美主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示范一下 当我说Hallelujah的时候 你们要说 赞美主 好不好 Hallelujah Amen 我的女儿呢 医生说不能超过三个月 肯定死 她没有死 不能超过六个月肯定死 没有死 医生说不能超过一年肯定死 她没有死 一年的时候 医生说你要一杯一百千新币 要开手术 要动手术 那时候我没有一百千新币 不过 我有一位 很伟大的上帝 他其中一个名字是叫 耶和华拉法 就是能够医治的上帝 那我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再也不去看医生了 我没有说 如果你们生病不可以去看医生 我没有这样子说 因为上帝也是会透过医生来医治我们 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情况 不允许我去看医生 所以我就不去 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我的女儿的情况很糟糕 四岁他还不能走路 每天都是在生病 一个月他会生病两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他会好起来 第四个礼拜他又在好像要生病的状况 就是这么糟糕 他四岁他只能站住 他两个手没有力 他要放在一个椅子 这样子他才能够站得稳 不过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 我看见他慢慢好了 慢慢好慢慢越来越好 他六岁的时候 圣灵说 不然你把他带去 看同样的那个心脏科 看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把他带去 他们就跟他做扫描 ECG 那个cardiologist跟我说 他们就问我 你去哪里 这几年 我说我哪里都没有去 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 我说我真的哪里都没有去 你把这个孩子做了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做 他说不可能 他说你看这个旧的报告 你看这个新的报告 这个旧的报告 那个心脏是三个孔的 你看这个新的报告 这个是完完全全 是一个完美的心脏 是谁能够给我们这种的奇迹 除了我们的主耶稣 除了我们的上帝 耶和华 拉法 这个九月 我的女儿 27岁了 当这种奇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啊 哈利路亚 OK 再重复多一次哈 OK 好像这种奇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对不对 当我的女儿七岁的时候 我遇见了这位赛哥在教会 我的女儿八岁的时候 我们就在教会结婚了 所以一切就是按照耶尔书第二章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上帝把所有被昆虫吃掉的 补回给我 阿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好不好 不过我跟你们说 尤其是基督徒 如果 一切顺利 你要什么 你得到什么 平平安安 路很好走的时候 很容易我们就会说 赞美主哈利路亚 对不对 对不对 对齁 要是如果我们要面对 病痛 破产 家庭破裂 或者是我们心爱的人生病 生命没有突破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够说 哈利路亚 赞美主呢 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 结婚 两年后 我的先生一直 晕 晕了 嘔吐 嘔吐了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说 你的先生有脑癌 我说 哇 这个生命好像一波又一波 这个脑癌呢 很罕见 在全新加坡 只有唯一一个人 中这种脑癌 就是他 Called endolymphatic 整个美国只有五十个人 得这种的脑癌 全世界不超过三百个人 因为这么罕见 所以没有医药公司 要发明这种药 来医治这种脑癌 所以在他的情况是无药可救的 没有的物疗 没有的治疗 没有的chemotherapy 什么都没有 然后两个新加坡的博士 专科 一个就是ENT 另外一个是脑部的 一起学习这个情况 他们也不懂要怎么说 要怎么做 他们邀请了两个博士 在John Hopkins 美国来到新加坡 这个东西在新加坡 有写在那个报告 医药报告 有登出来 就是第一个发现在新加坡 有一位年轻人 得了这个endolymphatic sectumor 就是他 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们已经侍奉上帝了 突然间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怎么说呢 我们就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上帝给了我们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二三 我们知道 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使那些爱上帝 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 呼召的人得益处 你看 他说 就是说 凡事只要我们爱上帝 OK 我用简单的来说 就是我们不管我们的情况 有多么糟 凡事只要我们爱上帝 多么糟的情况 上帝自己会把它变成好 Amen 动手术 第一个手术是二十个小时 你可以摸一摸一下 你的耳朵的后面 很硬是吗 有骨头是吗 要动手术之前 这个骨头要跟它锯掉先 锯了之后 两个博士一起开刀 开了二十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之后 他推出来 他推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情况真的是很糟 他的眼睛是上去的 所以看到白的 他的石头是出来的 这边有很多那些吸管 这边也是他们要把他的肚子开 拿他的脂肪来填这边才可以出来 我一看到他这个情况 我就晕倒了 我晕倒了起来之后 医生叫我去见他 医生就跟我说 我跟你说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那个癌症很凶 已经把他的平衡线吃掉了 一个人要走直 要有平衡线的 这个平衡线已经被吃掉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它取掉了 那个耳朵也是已经给他吃坏了 所以已经取掉了 然后这个耳朵这个洞已经缝了 我们已经太迟了 为什么太迟 那个癌症已经扩散了 扩散到什么地步呢 30%已经卡住在大脉洞 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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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能取掉70% 那个30%他们不能动 他们一动 如果那个大动脉断的话 他就没有机会了 医生说 这个是你的情况 你要去预备 你预备什么呢 最多你的丈夫可以活六个月 六个月会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从现在到六个月 那个癌症在大动脉的会继续咬 咬他的大动脉 就好像他咬他的平衡线 继续咬 咬了大动脉会爆 他会怎么死法呢 他会突然间 躺下去 从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会出血 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实 你们还能不能说 Hallelujah 赞美主呢 怎么这么近现在 刚才很大声呢 他还在ICU 他已经醒过来了 然后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说 丈夫啊 丈夫啊 医生说 你只能有六个月 六个月后 你就会死 然后这个就是 你要面对的 怎么办 我问他 怎么办 你们要不要知道 他的答案是什么 要不要 这个就是他的答案 他说 我不管 医生说什么 只要我还能活下去 只要我还有这个呼吸 我每天每天 都要侍奉上帝 我每天每天 都要继续的爱上帝 要侍奉他 他又说 医生说 我还有六个月是吗 我说是 他说 至少我还有六个月 如果我能 从这个医院走出去的话 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不要浪费时间 做你的生意啊 这些啊 我们要更快的 我们要去到 那些贫困的国家 我们要拯救更多寡妇 更多 贫穷的孩子 我就跟他说 好 如果你能够出院 如果你还能够走动的话 我们就去 我可以把生意 放一边 没事 几个礼拜 他真的是可以出来 他真的是可以活动 好像平常这样 虽然 还有癌症 在头部里面 我们就去 我们就到处去 可以看一下那个 Mission picture吗 我们就到处去 我们去巴基斯坦 我们去中国 我们去缅甸 我们去菲律宾 我们去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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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国家 然后我们这个 事工就 扩大 我们开始是 开始是30个孩子 从领养30个孩子 就变成300个孩子 从300个孩子 就变成600个孩子 朋友们 我们给你看这个照片 我们不是要 要跟你们 拿 donation ok 我跟你说 17年 在做这种工作 没有一次 我们需要跟人家拿钱 我们就是很努力的 在做工 很努力的在做工之后 我们把工作上放假 我们拿那个利润 就去做 就是这样 6个月后 他没死哦 不过癌症也扩大 从刚才好像 刚才医生说30%是吗 扩大到变成好像 高了福球 在头里面 他就说 快点 我没有时间了 我要传福音 我要拯救贫困 我要拯救寡妇 我要拯救孤儿 没有时间 我说好 就去吧 再去 那个事工又在扩大 从600个孩子 变成1000个孩子 一年过后 他还是没有死 两年 还没有死 三年 也还没有死 不过癌症也扩大 从一粒高了福球 变成一粒忌惮 你想一下 带一个癌症 好像一粒忌惮 去到那些 去到这种的地方 人家丢垃圾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没有医生的 不像新加坡这样 在口袋呢 肯定要带 止痛药 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带 带那都 超强的 extra strong 一次扩后吃两粒 不能了四粒 四粒不能了六粒 六粒不能了八粒 怎么办 就换 从带那都换成 阿国下 又再吃 又不能了 怎么办 癌症是很痛的 在那边煮东西给小孩子吃 按手跟他们祷告 鼓励他们 要相信上帝 自己还带了一个 好像一粒忌惮的癌症在头部 很痛很痛很痛 三年没有死 四年没有死 五年没有死 我们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还要很努力的做工 一个癌症的人 一天要站在那个餐馆 炒意大利面12个小时 有一天炒到那个眼膜也掉下来了 炒到那个什么程度呢 主将 那个手进去那个将被烧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多久呢 我们这样子生活多久呢 两个人 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两个人 默默的承受的 静静的 就是在做这种东西 十年 十年 这个十年 这个十年好像走在一个很黑暗的 很黑暗的那个tunnel 没有光 没有光 我们只能 牵着上帝的手 我们只能 静静的抓住他 相信 静静 顺服他的坏 当他痛的时候 指痛药已经不能的时候 我看到他怎么做呢 他会找一个角落 头他会跪下来 一个手他会放在那个痛的地方 另外一个手他会 挤挤在到上帝的面前 他的祷告很简单 十年我没有一次看到他忧郁症 没有 十年我没有看到他一次 上帝 你一定要医治我 你一定要医治我 如果你不医治我 我不要再侍奉你了 没有 十年 他每次都是这样 上帝啊 我仍然还是要赞美你 我仍然还是要说 上帝 你很好 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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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祷告很简单 当他很痛的时候 痛到受不了的时候 只有两句话 他的真音是在抖的 谢谢上帝 感恩上帝 谢谢上帝 感恩上帝 感恩上帝 那个疼痛就会不见掉了 我们也不懂 什么回事 你知道啊 你刷牙 吐出来 那个牙膏 是白色的 他的刷牙 吐出来 是红色的 红色的 然后什么事情呢 有血 一块一块的血 我睡觉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那个枕头 是有血的 我们不知道血是从哪里来的 不过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一定会有声音出来 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以为你很厉害吗 你以为你侍奉上帝 你看你的上帝拯救不了你 你的上帝已经遗弃你了 你的上帝已经离弃了你 你的上帝不能抑制你 当你看到你的身体慢慢 推出的时候 让你听到这种的声音的时候 你该如何 你该如何 是不是 在 风波 在 大浪的时候 我们还能信靠上帝呢 答案是 能 答案是能 答案是真的能 他就是一个例子 他就说 你问我 我上帝在哪里是吗 你真的要知道我的上帝在哪里吗 来我跟你说 我的上帝在这里 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 他的承诺就是他永永远远 不会离弃我 不会抛弃我 直到永远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基督徒们 不要再被动了 不要再 一直被攻击 是时候我们要攻击了 是时候我们要站起来 拿出你的属灵的刀就是上帝的话语 打魔鬼 他就会跟他说 死亡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你碰不到我 因为我 因为我依然还站在上帝的话语 阿们 该时候我们站起来了 不要惧怕 不要被忧郁症影响 不要再看这个世界上的困难 而我们摇动 上帝已经对我们承诺了 凡事只要是他的百姓 永远不会羞愧 阿们 可以看一下医院的照片吗 2013年 医院的照片 最后那个 2013年这个 已经跟癌症对抗了10年了 哪里都不能去了 不能做工 不能侍奉 什么都不能了 这个就是他的情况 一天他只能 起来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呢 他会 用他的权力 来预备我 他会跟我说 你不要怪上帝啊 我要走了啊 每天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跟我讲话 你要预备好 他说 我们做一个约定 我们在天堂间 他说 继续做我们的事工 我不能照顾你了 我要先走一步了 在他的面前10年 我没有哭过 因为他已经很辛苦了 他已经拼到很辛苦了 我真的是不想连累他 给他更辛苦 10年我没有在他的面前哭过 每次他问我 你预备好了没有 我要走了 我就跟他讲 是 我预备好了 好 我们在天堂见 等一下我就会躲在那个衣柜里面哭 等下我出来的时候啊 我是带着笑的 不过眼睛是种种的 他就看我 你哭啊 没有 我哪里有哭 就是这样 这个2013年 在激动手术 那时候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到两个鸡蛋 一粒在脑里面 一粒在脑外面 激动手术这次 7个小时出来很糟糕 情况很糟糕 看不到了 不能呼吸 70%切出来 30%还是不能切出来的 他已经预备好了 他什么都预备好了 他给我他的title lead 他给我的银行户口 全部都给我了 妈妈也预备了 那个照片也是预备了 什么都预备了 情况真的很糟糕 拜五从动手术出来 很痛很痛 一直按那个麻飞 麻飞也是用了不能用了 拜六他就跟我说 这个就是时候说再见 第一次十年 第一次十年里面 我在他的面前哭了 因为我以为就是走到这个尽头了 我以为就是我们就是走到这个阶段了 要说再见 我们两个都一直哭 我抱了 我就拿我的手机出来 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录你的声音吗 你录一下说你爱我 说你在天上 看着我 守护着我 那么我希望呢 我 会 听这个声音 来继续活下去 活到 我在天堂 一间 他说OK 他就录了 好几个 弟兄姐妹们 我要鼓励你们 你知道十年对抗癌症跟我的先生 你知道我学习 我学到什么东西吗 我要对那些夫妻讲话 你知道吗 要爱都不够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吵架了 我们可不可以 彼此 怜悯 彼此 原谅 彼此 带来祝福 不要再吵了 真的是要爱 也不够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感受到的 那个时候是拜六 下午 全部都预备了 拜六晚上什么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在睡觉的时候 我在这个角落头 十二点 突然间 他打开他的眼睛 他还是看不见不过 他打开他的眼睛 他就大哭了一场 你知道哦 他哦 等下你看他的脸啊 他是猛男来 猛男是不会哭的 二十个小时动手的时候也没有哭哦 十年抗癌也没有哭哦 那时候他就哭了 OK 脸泪流 很多有量的人 他就这样喊 啊 耶稣在这里 耶稣在这里 他的身体是抖的 他的床是这样子的 这样抖的 我看了 我就知道这个不寻常 这个一定是有事情发生的 因为他不是这种人 他不会哭的 我就站起来 我就要跑去他的床边 我就要碰他 我是要看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只是跑上来 我只是走两步 我不能走下去了 我就掉下来了 在上帝的荣耀 在上帝的荣耀的沉重 我就跌下来了 他 他的 Presence How do I say Presence 他的同在 是 多么奇妙 多么伟大 多么美 你知道 在那个同在里面 那时候 我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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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 上帝抑制他 对吗 不过 我进入到那个上帝的同在的时候 这个嘴巴 开不了要求 他多么的伟大 多么的美 唯一一句话 能够出来的就是这个 感谢你上帝 谢谢你上帝 谢谢你 我到底是谁呀 我们到底是谁呀 万旺之王 万族之主 创造宇宙的这一位真神 这么爱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 愿意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愿意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 我们到底是谁 这个又是什么样的爱 一个这么大的爱 是谁能够给我们 只有一位真神 名叫主耶稣 阿们 我看到他生了复兴 他睡了 隔天 八点早上 护士来 叫我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你的丈夫在哪里啊 你的丈夫没有在床上 拜五栋手术啊 要死了你知道吗 这个是礼拜天啊 他不见掉啊 我吓了一跳 我可以照顾病人 照顾到病人不见到我还不知道 你看 你的丈夫在哪里那个护士啊 很着急啊 他按那个emergency button 给经济铃 铃 病人不见了 病人不见了 他看我我看他 到底这个人跑去哪里 为什么会不见掉 他的那个那个管 不是有那个管的咯 在床上啊 他自己扒哦 可以这样哦 在厕所 有个人打开厕所 出来 你们在找我 为什么这么吵 我没有不见掉 我在这边 我跟护士看他 蛤 怎么你可以在那边 你知道你是动脑 动脑的手术吗 你不可以站起来 你会跌倒的 ok 然后你为什么把你自己的这些管全部拆掉 ok 他说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你们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昨晚耶稣来 他摸着我这边 他 吹了一口气 在我的鼻孔里 我能够呼吸 我就睡着了 我早上起来 我看到你 昨天看不到吗 我看到你 那个痛 没了 不见了 就是这样 不见了 因为没有痛啊 我试试看 我能不能站起来 脑 勿手术 七天不能站起来的 那个equilibrium 还没有stable 会跌倒的 我能站起来 诶 我能站起来 我再试试看 我走几步 看能不能走 我走几步 诶 我能走啊 我已经好了 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拆下来 他可以自己拆的 所以我不是跟你讲 他猛难 可以自己拆的 我跟你讲 然后他说 我很热啊 很热啊 很热啊 所以我就去冲凉咯 他的护士 他的脸啊 耶稣来 这样 他说你是一个坏病人 回去你的床 我会叫你的医生来 他医生来 医生也是基督徒 他看看 看看 医生也是很stress 因为他知道我们是牧师 他说你们真的 我很大的压力 我没有记录啊 杀过牧师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一定要回来 你一定要活 活下来 然后他就 看看 他说你知道吗 我一年 动50多个 开脑的手术 我没有看到 这么快的康复 这种的医治 我没有看过 这个肯定 不是我 这个肯定 是我们的 主耶稣 拜医 12点前 三个人 我 我先生 跟我的女儿 走路 出院 没有 论语 所以今天 你可以看 可以吗 被医治了 被医治了 朋友们 这是我的故事 这是我的丈夫的故事 这是我的女儿的故事 那么你的故事 那么你的 挣扎 那么你的 突破 我今天 不是来 骂耶稣 你懂为什么吗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说 啊 耶稣很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因为他太过伟大 他太过美了 他不需要我们来 骂他 意思叫人 接受耶稣 接受耶稣 不过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耶稣基督是真的 他不只是两年前 医治 他到现在 目前 还在医治 他到目前 还没找 他是一位正神 他 能 当我们不能的时候 他 能 阿们 不过有一样东西 我们需要做 我们 必须要 相信 因为圣经里面说 若你相信 你就会看到 上帝的荣耀 阿们 阿们 今天 我要为你们祷告 今天 我要给你们一个机会 来认识耶稣 我要 跟两 两种不同的人讲话 第一种就是 你没有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 你也没有 祷告说你要接受他 不过现在 在这个时刻 你听到上帝的话 你说上帝我要来认识你 我要认识你 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 要是你有 这个感动的话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你就很简单的 举取你的手 ok 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 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你曾经 曾经 有接受过上帝 有接受过主耶稣 不过你已经 士气方向 你已经离上帝很远 你已经不再信了 上帝跟你说 回来吧 回来 是时候回来了 等一下我呼召的时候 一样我数到一二三 你也举行你的手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闭上我们的眼睛 我们低头 我们就 开始祷告 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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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今天 你听到 上帝的话语 要是 你感受到 上帝一直在敲你的心的门 让我进来 让上帝进来 要是你说 上帝啊 我要跟随你 我要认识你 或者你曾经 有接受过上帝 不过你已经离他很远了 你已经不再信了 今天你说 我回来了 上帝我回来了 这就是时刻 一 二 三 你就举起你的手 现在就是时刻 现在 现在 继续举起你的手 现在就是时刻 继续举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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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还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人说 上帝啊 我已经离你很远了 不过今天 我要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还可以继续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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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继续守的 我要你们站起来 站起来 现在 现在 站起来 站起来 这边还有几位 刚才 站起来 好 站起来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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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 上帝啊 我要接受你 还有没有 不要错过这个时刻 27年前 我做的最大的决定跟选择 就是 跟随了上帝 这一生 最大的祝福 就是因为 27、8年前 我做了这个决定 跟随上帝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 继续闭上眼睛 神今天在我们的当中 祂来呼唤 神经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相信 就必看到神的荣耀 只要我们敲门 只要我们向祂来呼求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神必定来回应你的祷告 好 站起来的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好不好 我邀请你们 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 可能今天你是第一次 打开你的心 愿意来接受耶稣 你知道吗 这是最重要的时刻 或者你 远离了神 你认识神 但是因为各样的原因 你离开了 今天你很想回来 回到天父的家 这个时候我鼓励 所有站起来的弟兄姐妹 来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你继续闭上眼睛 神就在这里 祂听你的祷告 我讲一句 你跟着我讲一句好吗 来在神的面前 把你心中对祂的呼求 对祂的信号说出来 就是这么简单 好 你跟着我来讲 主耶稣 你可以从心里面 在讲的时候我鼓励你 从心里相信 然后嘴巴讲出来 主耶稣 我感谢祢 谢谢祢 拯救了我 今天在这里 我愿意 打开我的心 接受祢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没有办法 依靠自己的能力 来拯救自己 但是我相信 主耶稣 你是那位复活的主 你担当了我的罪 我愿意来信靠你 来跟随你 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以前可能远离了你 但是今天我要回到你的怀抱 再一次的与神和好 一生来跟随你 求你指引我未来的道路 让我紧紧跟随你 奉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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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我们把最大的荣耀和掌声 归给神 感谢主 丁姐妹 请你 接下来我觉得今天 当Judyce她分享见证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之前听过的 可是刚才在听的时候 我一直还在流泪 真的我看到神 祂是真实的 圣经告诉我们 只要你相信 就必得见神的荣耀 只要你相信凡呼求主名的人 就必得救 今天我感觉神要在这里 释放一个医治的恩高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你现在 经历怎么样的一个艰难 经历怎么样的一个困难 神今天要来医治你 祂要来修复你 可能是你的身体 可能是你的心理 有一些人 你觉得 人伤害了你 在你的心中有一个痛 你没有办法饶恕人 今天上帝要来医治你 你来饶恕这些伤害你的人 你就能得着释放 一些人 可能你现在经历到一些关系上的困难 或者是在这个疫情当中 你事业 生意 或者是工作这方面 经历很大的难处 你看不到盼望 甚至你觉得想要放弃 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 祂的话语 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 这里说 我自己知道 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是使你们得平安 上帝给我们的计划 是让我们末后有指望 祂不是要降灾祸给我们 祂要赐给我们美好的虔诚和盼望 这是上帝耶和华的宣告 所以你们要呼求我 要向我来祷告 我就应允你们 你们要寻找我 只要一心寻求 就必寻见 只要一心寻求 就必寻见 让我们一起起立 当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 能不能的时候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 然后敬拜之后我要为所有 需要医治的来祷告 我们要为所有今天 需要得着盼望 身心灵需要得着 释放跟自由的人来祷告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来敬拜 把我们的心打开 向着神来唱 我是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肩上清白 顶尽在你的容泪 世上一切变冷淡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你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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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肩上清白 你记在你的容泪 你记在你的容泪 世上一切变冷淡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从心里向神来唱 能不能 能不能 就让我 留在你的痛在里 能不能 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有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我爱你 我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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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我属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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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使我永远的福分 世上一切变冷淡 除你意外 我还能有谁 能不能 就让我 留在你脸床在里 能不能 赐我力量 让我更多爱你 我哪有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你脸中 献上精彩 全心全意来爱你 把我们的手提起来 让我们的手提起来 让我们的手提起来 来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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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为所有需要医治的来祷告 可能是你的心里面很痛 一些人伤害了你 你没有办法来饶恕这些人 好不好 今天你知道吗 神要来医治你 释放你 不要再单着这个重担往前走 但是你需要饶恕那个事 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好不好 这个时候你从心里面向神来祷告 来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 然后我要为所有需要医治的 身心灵各个层面的人来祷告 哈利路亚 愿主你今天 领导我们的当中 愿你的灵来触摸 每一个一心专心呼求你的人 这个时候你如果是心里面 你就把手放在心上 如果是你身体有哪里有病痛 你就把手放在病痛的地方 需要医治的地方 神今天要来医治你 祂要来释放你 要让你得着自由 我们的神是位好父亲 祂要让我们身心灵全方位的 得着释放 得着自由 得着平安 好 这个时候我为你来祷告 你自己从心里面凭着信心来领受 今天神要来医治你 Amen 主我祷告 这个时候你看到所有在你面前 还有包括在线上的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在线上收看我们直播的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在你的家中 在你所在的地方 把你需要医治的地方 你按手在那里 神会医治你 不管是身体心灵各个层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祷告 愿你的灵今天来触摸 来充满每一个在你的面前 寻求里面的儿女 你看到他们每一个人 主你知道他们现在的需要 你知道他们身体的病痛 你知道他们心里面的捆绑 心里面的痛 主我祷告 来释放你的爱 你的医治 你的同在 临到每一个需要医治 需要释放 需要自由的人 包括尸体 包括在线上收看的每一位 愿主你的爱 来医治 来包裹 当年Judice怎么样的来遇见你 他的先生Jason 怎么样的来遇见耶稣 也愿这位永活的真神 实实在在 真真实实的向你显现 奉耶稣基督的名 愿主你医治的能力 领导我们每一个人 修复我们所有一切破损的家庭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亲子的关系 朋友的关系 同事的关系 所有一切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嫌隙 求主你来医治 来修复 来重建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领受 领受这份从上头来的 无条件的爱 全然的医治 释放 释放和自由 愿你的平安 大大的来充满 每一位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好 接下来 我要为所有在财务上 工作上 生意上 经济这方面有困难的 如果你在这上面 需要突破 你这个时候 把手打开来 在神的面前 我要为你来祝福 上帝不只是修复我们的身心灵 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包括你的工作 财务 神都要来祝福和修复 凭着信心我们来领受 我要祝福每一位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愿主你来 亲自的看顾 保守 祝福 这些在你面前 寻求里面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他们现在 所面对的困境 所面对的挑战 包括在财务 工作 经济 生意 这些层面的 愿主你来 打开天上的窗户和资源 来祝福 倾倒在他们的身上 挪去一切的惧怕 一切的捆绑 一切的拦阻 让神的灵 上帝的祝福 源源不断地 倾倒在他们的身上 医治一切的惧怕 医治一切的疾病和困难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你来 看顾保守 他们每一位 以及他们所爱的人 他们的家人 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 要在这世上 成为祝福的出口 当我们领受祝福 我们要来把这份 爱和恩典与平安 释放给周围的 每一个人 主你来使用 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耶稣 我们赞美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给神